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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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首次嘗試一個VLOG路線 我們要記錄牛先生 牛先生今天一天在廚房裡面 忙著做料理的過程 今天要做甜點 今天要做綠豆他,要先準備配料 要做地瓜裡面 豆花,還有珍珠 我們剛剛已經先,先什麼 我剛剛已經先蒸好地瓜了 我買的是,在侯府買的 有機的日本地瓜 比較甜 在吃稀飯的時候用的不是這種 是另外一種比較不甜的 40%的素薯粉 那我習慣先加少一點點 要補粉或是補水都可以 就來40%的蛋白粉 那這種東西跟麵糰不一樣 它不會出現筋性 那這種東西跟麵糰不一樣 這樣只要搓到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接下來把它抽成一條一條 看你要是多大的 這麼大 喔好像很簡單耶 看別人做的很簡單 就是抽成一條一條再切成一段一段 對 那你幫我們弄烤盤 然後加那個辣 加烘焙子辣 什麼辣 烘焙子 來幫我把它剪進去 紅焙子 好了 算是大小變那麼大 無法做得很均勻 所以藕泥真的是從九份 是喔 真的一個阿嬤發明的 然後我們有試過芋頭 你用芋頭就是絕對做不出來那種 小怪你賣紫色那種 那個也都有淺加了 沒有我們做得出來 但是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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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紫色 嗯 然後芋頭味也沒有辦法那麼濃 所以你就知道你外面吃到的都是 哪裡來的芋頭味跟芋頭色 自己做過就知道了 純天然的根本沒辦法 做到那種地步 嗯 這要讓他們都抹到嗎 對啊 這樣撒上醬子在那裡 這樣就可以啦 對啊然後稍微翻一下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黏在一起就黏在一起啦 算了 直接放在上面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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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煮黑糖水的環節 50克的黑糖 70克的水是不是有點少啊 那超濃的黑糖 那你炒到我是超甜的 黑洋珍珠 100克的酥酥粉 黑糖水會讓那個水費點提高 所以它其實滾的時候都已經超燙 都比100度還要燙了 所以這種時候就很怕被見到 這就是化學 是嗎 那個濃度越高 你的費點就會升一加 對 好 這這麼燙等一下要怎麼揉啊 啊你那 喔 太稀啦 不過它等一下會慢慢凝結 也會啦 小心攪拌喔 看來我越攪越凝結 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你看它一直 一直攤開 太軟了有點 等一下我覺得很怪耶 你幫我看一下我那個上面 查到的那個第一個分量那些什麼 他只有寫說 混合木薯粉的過程必須要趁熱 喔 它是在煮的時候就把木薯粉加進去耶 怎麼可能這樣就胡話了耶 它這樣寫啊 好我們現在因為前一次失敗了 所以再重做一次 定這 不用講啊 要講啊這樣我們影片才夠長啊 沒有告訴大家說沒有做這一步的話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剛剛那一步就是沒有做這個 在沸騰的時候把木薯粉加進去 喔差好多喔 這是木薯粉糊化變質喔 喔那個延展性完全出來了 剛剛那個就是一直像饅頭一樣裂開這樣子 它看來那個很像液態重的固體 喔這看起來很對喔 你要來幫忙揉啊 不用揉啊 就這樣子啊你就切小一點 你切慢一點不要切那麼快 這樣才能控制大小 你等一下放上去之前先灑粉就好 我就不用做這件事了 完全不想幫忙 可以 你把這個撿放下去 我會放啊 我今天就是廢啊 我今天是負責拍攝的啊 你要先灑粉 你來灑啊 因為我這個要趁熱 不然它冷了 好的 而且我做這件事情還不會在鏡頭裡面耶 我那麼委屈 你自己拿來轉來拍啊 要很多嗎 要不要那麼多吧 我怕你等一下很多顆啊 你要把這個拍進去啊 你一直都在錄影中啊 不要啊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要 這個也沒很難啊 就把它戳開 我不想 最好都把這些都放進去 大家都知道我聽他多可憐 因為我想吃還不負責 我就是只負責吃啊 把自己放在鏡頭裡面 對啊 至少證明我有在做事 我是小副廚耶 不然誰幫你拍 誰幫你拍一個辛苦的生意 沒有 我們不需要啊 加州人是不是無法理解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吃化工根珠啊 直接去外面買就 我們也是可以買得到化工根珠 對 那真的很明顯 吃了我會消化不良 不知道加什麼 喔 他那個彈性耶 好像蚯蚓喔 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這絕對不可以放進去 你能看到他扭天車平常 到底都在幹嘛 我跟你說他平常在那邊搞笑 都是他的本性 他沒有在假裝 他也沒有在做節目效果 喔我要來做 他沒有在做節目效果的 他是真心的 平常就是這樣子 就直接來做 搜尖 搜花 看很假的菜一部分 哪有很假 真的是我放的啊 就只有放而已喔 剛剛我也有 應該不會倒掉啦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你平常做豆漿跟做豆花 流程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流程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豆花的比一滴 1比6應該更濃的豆漿 因為你要多一點蛋白質才能凝結 然後豆漿的話不要那麼高 豆漿的話1比10都還可以多 低比10都還比外面的濃了吧 嗯 700克的豆 我還有用4千2對水 4千2對水 其實我們家本來 我們也有買一個洋豆漿 其實它好好的用的 它有破壁的 是你不用 而且它可以放著 然後不用管它 其實雖然破壁以後 但是它那個扎喝起來 就真的很不爽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 而且我們後來家裡堆肥 所以我們就把它留起來 把它堆肥用 這裡就要拿出另外一個神器 百零排的攪拌棒 現在是要濾網對不對 對 這個是 起司袋 就是把起司裡面的水擠出來的 好 好了 然後這個就會成為我們家的堆肥的一部分 豆漿最小心的一點就是 一定要預防它除肺 你要跟大家說那個HIT 什麼時候 從你看到這種 水面上有一堆小泡泡 就是代表快樂 那實際上它根本還沒到100度 它是裡面的化學物質 在冒泡泡 不是水蒸氣 浮在上面那層是造樹 就要把它撈掉 那造樹其實你不撈也可以 但你要確保它的主很熟 好 開始了 好 你看它水面開始在上升了 然後這時候 趕快關囉 要不然它就會一路上升到滿出來 你看超級氣質的泡泡 我火沒有關掉 我只關到最小最小火 你看它這個就完全不一樣了 它現在就是 豆漿本身沸騰的 不是造樹沸騰的 你看表面流動 跟剛才那個這樣 冒起來完全不一樣 從肉花的環節 那這個就很縝密 250克對1克的硫酸蓋 這個是油肌的硫酸蓋 也不是油肌啦 這是食品級的 地瓜粉知道它Q彈的關鍵 那你可以用到250克 對2克到4克的地瓜粉 越多地瓜粉就會越扎實 但是越少地瓜粉也越容易失敗 每次用低於4克會失敗 對 好 現在加水 現在是把它攪拌 啊 大家看到了嗎 我最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都要莫名其妙 要我做很多收拾的工作 要去的把它攪拌均勻 為什麼要在地上弄呢 因為它瞬間馬上就凝結 所以你要一個高低差 它會衝擊攪拌均勻 是喔 為什麼會噴到我的腳 這樣就好啦 等它凝結 這也不要去攪拌它 這是30磅的 綠豆很難買 我也是買到 因為它拿來同時種豆芽菜 跟煮綠豆湯 你為什麼要玩弄那個綠豆 加水煮到滾 再加糖就好 悶一下 現在已經完全就是一個 綠豆湯的感覺 現在把它 悶30分鐘 我們現在來看看 半小時以後的 豆花 你看它離開了 它邊邊已經離開了 脫離了 有一個空隙 這是豆花 綿密的 水煮開以後 把芋圓跟珍珠倒下去 現在已經浮起來囉 就可以把 地瓜圓撈起來 然後珍珠可以給它悶一下 喔這個珍珠撈起來顏色好奇怪喔 透明透明的 正常的阿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外面的 為什麼會有那些奇怪的顏色呢 好了 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豐盛吧 然後旁邊還有漂亮的花 好啦 這是我們首次嘗試的 在家宅 沒有廢 綠豆湯 重點是綠豆湯 有人已經等不及要吃了 記得要訂閱喔 好喔 掰掰